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陈晴令还在热播之时 尤斐找上了王一博 这部剧的玄角和陈晴令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男主有点难 尤斐是竟将2019年 接受欢迎战盖作者PR ES的长篇作品 已于2016年11月1日出版 已是剧由吴景元导演之导 华斯顿旗下好故事影业出品 讲述了以周斐的成长故事 李主线的传奇人生 是名副其实的好剧本大制作 尤斐的情节展开后波澜壮阔 女主周斐是一代大侠南刀离职的外孙女 有一个他欠了命的表哥 总想打赢他 还有一个满脑子家长里短 呼呼啼啼的表妹 其家族统领48斐在战山为王 奉旨为匪 男主谢尹为南朝端王 一个太子遗孤 身中其毒透骨青 发作是遍体深寒 不能打斗 只能施展爵士轻功跑路 周斐不似一般女孩娇弱 谢尹颓废重戴着根植鱼骨的皇家贵气 二位都不是寻常人 由于剧情复杂和人物身份层面等问题 出使尤斐有一挑选年龄 稍大一点的青年演员出演谢尹 以希望能够驾驭谢尹的贵气和颓废 另外谢尹比周斐大 因民主方面先行定下赵丽颖 这样30岁左右的男演员和赵丽颖也比较大 剧组曾经接触过陈晓 但陈晓刚好有一部戏在拍 让其协调不下来 最终没有达成合作 另外还接触过徐凯 这两位演员都非常优秀 而且颜值是公认的高 看得出来剧方对谢尹的演员要求比较高 如果没有陈晴令 剧组并没有注意到王一博 首先他的年龄和资历 都不符合剧方一开始的想法 尤其当年陈晴令还有七天开拍 蓝忘机却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 剧组方找出之前 看过照片的演员来面是碰碰运气 没想到当王一博推门走进来的一瞬间 他们仿佛看到了蓝忘机 王一博靠着气质先下一城 而尤其最开始吸引剧方的是王一博的打戏 由于谢尹大多数时间使用的是轻弓 这一点王一博有一定的优势 多少弥补了些剧组其他方面的考量 于是决定见一面试试 这一试就定了下来 剧组在见过王一博以后对他大大改观 认为他可以驾驭这个角色 出品方也很满意王一博的人气和公众形象 赵丽颖在失戏之后 也认可了这位年轻的演员 终于找到了男主角由斐于9月16号火速开机 谢尹和蓝忘机一样 在一开始的时候 王一博并不是剧组设想中的人选 但是见到本人后被彻底改观 两个角色王一博都是因为某一项特质入选面试 在拍摄之后逐渐取得了更多认同 最近由斐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剧还未播出 就获得了鹰眼将心榜2020最具潜力将心剧古装类奖项 真是可喜可贺 这个奖项中的将心二字 犹如给期待这部剧的观众注入了一针强心计 将心从侧面说明了这部剧的制作 演员后期等人的用心良苦也反映了一部剧的品质 虽然王一博最终靠实力演活了角色 但是不得不说他的运气简直不能更好 两部戏时间上衔接非常紧凑 他在陈情令播出后的一个月 就遇到了有斐这样的良心制作班底 就像文章开头王一博说的努力和天赋占90% 但是如果没有后面这一点点的运气 努力和天赋也无处施展 但是如果没有曾经的努力和天赋 当机会来临也是无法抓住 王一博的诀窍并不多 就三样 气质 把戏 演技 无论是哪一样先被居方看到 接下来就看他三板定乾坤 当运气来的时候 才是努力和天赋的最终呈现 希望好运气的王一博未来坦途 星光璀璨 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赵丽颖出道至今演了好多古装剧了 同时也大多数是大美主戏 陆珍传奇 花千古 楚桥传 知否 虽然这些作品有的已经有些年限了 但是至今依然是一些电视台和网播平台 争相播出的作品 毕竟他这些作品的网播量太强了 而在卫视收视上又能抗打 也难怪被多次重复播出了 在赵丽颖产后复出后 他又选择了一部 大女主剧有匪 这令粉丝们非常期待 比起以往的古装剧类型 这次讲的是武侠剧 继金庸 古龙之后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武侠剧已死 多数的武侠剧 分明是打着武侠的外衣 实则是在讲着男女主角的小情小爱 观众们偶然看看打发时间差不多 但是绝对算不上是真正的武侠 再逼着看来 真正的武侠剧是侠之大者 天下未明 是郭靖式的游国游民 是杨过式的行侠仗义 众官近年来披着武侠外衣的国产剧 很少能做到这点 反而是赵丽颖这部 刘斐令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赵丽颖的作品一向有口皆碑 每每有新作上线时 总是能掀起全民的讨论 同时还能带动收视和播放量 众官所有的女演员中 真正能做到这几点的当属凤毛麟角 赵丽颖此次饰演的周斐一角 就是武林中人 是名副其实的女侠 女侠一路闯关 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时候男主的存在就有意义了 王一博继承情令之后 再次出演古装剧 逼着以为王一博的眼光非常好 挑选剧本也很独到 他在大火后接连接下两部作品 一部是这部搭档收视扛把子的赵丽颖 想必播出之时一定会收获非常高的热度 而且另外一部 搭档陈晓的基督剧《冰与火》正在热拍 也是观众非常想看的题材 所以说王一博挑剧眼光一流 我们也期待其能够再次带来佳作 目前尤斐是已经杀清楚于后期制作状态了 但是粉丝们依然希望得知 关于这部剧的种种动态 近日王一博尤斐暴露透照 周斐谢云对视超游戏 网友状态真实 赵丽颖饰演周斐 王一博饰演谢云 在此次曝光的路透照中 二人应该是大街人潮中 只见路透中二人相视一眼 虽然照片是糊的 但是依然看出二人眼神中非常有戏 让人更加期待二人的新剧播出了 甚至有不少网友在看到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新剧路透照后 都坦言 二人状态真实 这才是真正的周斐和谢云 他们是演活了角色本身 期待在二人的演艺下 能够真实还原原著角色 在个人业绩上再次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一博之所以能被重心捧月 是因为他不单在努力 更是在拼命 你只看到了镜头前他的光鲜亮丽 却没有看到镜头后的他 王一博特别喜欢跳舞 也正是一开始对跳舞的热爱 才让他走进了娱乐圈 才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如今的王一博 只要音乐响起 哪里便都成了他的舞台 力度 协调性永远都恰到好处 看王一博跳舞是一种享受 所以很多人都说王一博是舞蹈天才 然而这世界上又哪来的那么多上天注定于好命 王一博也曾被下过判决书 不能跳舞 可是树叶的他没有放弃跳舞 身体一直都不算好的他 也没有放弃跳舞 以至于我们经常能看到 王一博手背上满是针眼 不过这些对于王一博来说都值得 不仅如此 因为舞蹈动作难度有高有低 王一博为了把每一次跳舞都做到极致 从来不会在动作这方面缩水 所以王一博的膝盖 被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地面 为了呈现出来的效果好 力度也会很强 就这样 王一博的膝盖受伤变成了家常便饭 曾经在天天向上的节目中 王一博被Q跳舞 当时膝盖带着伤的他没有拒绝 跳完后 一个人躲在嘉宾身后擦拭膝盖的血 即便有人告诉他跳舞时戴上呼吸 王一博也只是嘴上答应 因为他认为带着呼吸跳舞会影响效果 机场中看到王一博 却发现他的膝盖上全是伤 还贴着创可贴 镜头前的王一博 要么盛装出席活动光线亮丽 要么随意搭配现身也会重心捧月 然而只要注意细节 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都是红的 可能是工作中不小心碰到了眼睛 也可能是太忙太累没有休息好 所有人都告诉他别那么累 要好好休息 要适当放松 但是王一博自己心知肚明 在这个圈子里只靠努力是不够的 拼命才能优秀 他不是为了赢 只是不想输而已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 写完对得起自己 为得起喜欢他的人 凡是关注王一博的人 都知道他的胃不好 自己也不会做饭 吃的都是快餐和速冻食品 忙起来可能连饭都不吃了 胃病这种东西 平时觉得没什么 疼起来整个人就冲不住了 王一博已经不止一次工作室突然胃疼 拍戏时录制节目时都曾发生过 每次他都在努力撑着 甚至不告诉任何人 身边人都十分后怕 可是事后提起这一切 王一博却回答 有吗 好像没有生病吧 我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的是 大家可都记得 你的努力与拼命 大家同样记得 镜头前的王一博永远都风风光光 镜头后的他 手背 膝盖 眼睛都是红的 王一博 很高兴粉上你 即便迟到了好几年 希望风也能对你温柔点 拂去所有烦躁 满目结实柔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